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爱化的菩萨们大家好 阿弥陀佛 2017年的岁幕 也在2018年的 一年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有福报 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姻缘 能够再一次的录制 佛心花海 内心感觉非常的开心 感恩生命电视台 感恩这么多的护台功德主 感恩尊贵的海淘法师 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的福报 可以以花来跟大家结缘 借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美好的生活 生命的环境 记得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诗 是古印第安人的一个吟唱 这首诗里面说 我漫步在美中往日出的方向 我漫步在美中往日弱的方向 我漫步在美中往我周遭美丽的土地上 我漫步在美中 那我们在这一首诗中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一个生命要怎么样去体验美的存在 那我们在一边擦花中 一边的慢慢的去感受 那各位爱华菩萨 首先可以先看到 我今天所要擦的第一个花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蓝子的花器 然后蓝呢 它是以竹子来编的 那这个蓝它称为宫廷蓝 宫廷蓝 那它的这个花器型呢 非常的端庄优雅 而且很有特色 那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在里面放一个竹器 但是我今天比较特别是放了一个淘气 因为竹子呢 用久了以后 有时候它就会裂掉 然后呢 有时候也会因为干燥或潮湿 然后就会裂掉 所以我今天在里面放了一个淘气 然后呢 我们一般在擦这种器皿的时候呢 如果要是很精致的擦花 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阿字萨 这也是在东风的花艺里面 中国的传统花艺里面 非常环保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用自然植物的这个阿 然后呢 我们把它卡在这个瓶口上 比如说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把这个萨 这个我们称为萨 那这个字怎么写呢 就是一个手提旁 在一个散布的散 我们一般是 就是我们傻 就是傻 就是傻善的傻 那我们在做名词的时候 我们面试身上 那我们在看完这个花期之后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欣赏一下这个蓝的特色 比如说蓝花呢 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这样子放呢 我们称为正治 然后呢 如果我是这样子放 我们就称为偏治 然后这样子放呢 我们就称为侧治 那我们在一边擦的过程中 我们慢慢的来聊 那今天呢 我是以正治的方式来擦 正治的方式来擦 所以我把这个篮子呢 放这样子东西的这个角度 东西的这个角度 好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所要用的这个花柴 然后 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一只好美的这个南天竹 南天竹 因为南天竹呢 是一个非常吉祥的一个花柴 它从一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岁幕的时候 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就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 南天竹就会结出这么 这么红橙橙的一些很美的果实 那南天竹自古在中国的古话里面呢 就常常出现在中国的古话里面 因为南天竹呢 他会开花结果 他会开花结果 所以呢 中国人认为只要能够开花结果的花柴呢 他都是吉祥的花柴 好 然后今天的这一串南天竹 他红橙橙的 好好 然后我先把他呢 把他先固定下去 固定下去 那我们在一边欣赏的过程中呢 我们在一边来看一下这个南天竹的一种美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哈 这个南天竹呢 他一年世纪都非常的美 而且春天的时候他发心嫩的栗芽 然后到了夏天呢 南天竹的叶子就像一把大闪一样张开 然后到了秋天呢 果实就慢慢有绿变成了橘色 然后到冬天就变成这样红橙橙的 非常美的这个红色的这个果实 好 那我再插完这一支南天竹之后呢 我在后段的地方再加另外一支 然后呢 增加一下他作品的一个什么深度 作品的一个深度 好 让他有后颈的感觉 就是不要只有前颈而已 然后我今天有点刻意的 让我这个花呢 他偏向一边 有点偏向西方的这一边 好 然后接下来各位 不是要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支这样子 就是黄色的 但是呢带着粉色的新的这个兰花 我用它来做我的主花 插进去 好 为什么我要让这个花呢 稍微有偏向侧一边呢 就是我想要让 这个花的这个提凉的这个美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所谓的提凉指的就是这一个 我们一般称为蓝的手把 然后它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就叫提凉 因为这个提凉它也做得非常的美 所以我们就把它呢 整个侧一边 让它整个提凉的美可以显现出来 所以我把这一个这个部分呢把它弄下来 好 然后因为为了让这个提凉更美 所以我让这个花呢不要太高 好 那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加一些些 因为这个季节呢 也就是在岁木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就是山茶花最美的时候 所以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加一些些的这个山茶在它的下段 好 然后应用一些叶子 绿色的叶子 来做它下段色彩的一个搭配 然后我选用很自然的一些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手上拿了这个我们称为树蓝 树蓝 好 然后我把它拿来做下段的这个 下段的这个部分 好 用这个绿色的叶子呢 去衬托我们的主花 衬托主花 好 然后因为蓝本身呢 它已经非常的美 所以呢 我们在整个作品上面呢 不要插了太多的花 因为这个宫廷蓝呢 它的整个感觉很好 所以我再下段 加一点点这个蜜蓝 然后呢 然后呢 我用一点点不同颜色的叶子 比如说我现在加一点点的这个 我们称为蚵掌叶 蚵掌叶 因为这个蚵掌叶呢 它本身呢 会跟蜜蓝的色彩呢 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绿 比如说生粒跟犬粒 两个颜色的一个应用 让它整个色彩上 然后有大叶跟小叶 两个叶子的一个互相的衬托的感觉 接下来呢 我再插一点点的这个山茶 好 比如说我这边还有一只这样的一个山茶 很美 然后山茶有时候 万一它的角度太硬的话 我们就可以稍微的把它上一下铁丝 然后我试试看 那我发觉我这只山茶 它角度更好 好 那我们试试看 试试说我现在发觉这一只汁呢 我想要让它往前倾 可是它枝干有点太硬了 然后我就要把它上一下铁丝 那各位阿哈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22号铁丝 然后我把它这样子绕一下 因为我们在这个枝杆的转折中 也可以去体悟到 怎么样去随顺因缘 我们看到花枝呢 你看这个花材它本来是长得这么直的 但是因为它要在这一盆花里面很出色 而且尽量的把自己表现出来 所以它就需要经过调整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在这个插花的过程中去感受到 在质感的曲折变化之中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去感受到去适应别人 符合别人调整自己 好 然后我把这个 山茶插上去 好 那山茶花也是 在这个季节非常美的一个花 好 我把这个叶子减少 让山茶的这个亮感出来 好 然后花朵的美也让它展现出来 好 再选一朵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着花形 插花就是最重要就是要很用心的 很静心的去观察 我们刚刚虽然用了一枝就是 给它做有一点点的这个 弯曲折的一个应用跟变化 但是一个雪花的人呢 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跟思想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用心的去观察植物的美 然后尽量的把植物的美表现出来 这也是雪花人非常重要的一种修养 就是要有一颗很宁静的心 去常观万物 然后让自己的心呢 能够跟花草植物互动 所以你才会感受到美的存在 就像我们刚刚借由的念的那一首诗 我漫步在美中 就是我们要有一颗很有宁性的心 去感受到美的事物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观察植物的时候 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很用心的去体会 这些花材的花形花色 还有它的姿态最适合运用在哪里 那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把这个花的美 充分的展现出来 好那我现在插完这个三插之后呢 接下来我再加一点点紫色的小花 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松虫草 松虫草 那这个松虫草我也先加了铁丝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 翻去一下下 因为这个松虫草 如果你不加铁丝 它每一只都会向下垂 所以我把它先上了铁丝了 然后这样子的把它整理一下下 好然后呢 我再把它这样子 就再补一下空间 因为这样的一个宫廷栏呢 我今天希望插出来的感觉 是不要太过于的丰富 太浓厌 但是也不要太太简约 所以呢我们家松虫草 那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这个我已经加上了铁丝了 好然后我们适当的把这个色彩应用上去 好然后我再加一只的松虫草